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話,就是關於香港第一位的AV旅休出道 日本的AV產業產值超過千億美元 日本的經濟支柱之一 片商為了博取眼球 偶爾找不同的國籍旅休出道 而旗下,簽有不少AV旅休 包括橋本有賽、志明空這些著名AV旅休的片商 F字頭,叫做FALENOSTAR 近日公佈了一個重磅消息 AV旅休新人,叫做奎麗來 將會在3月底出道 從預告片可以見到 她全程都是用流利的粵語回答問題 堪稱首位土身土長的香港AV旅休 這個女生出道後 雖然已經把IG過往的相片隱藏了 不過網友都將這些相片備份 這位的潰麗來 她第一部AV作品 定在3月31日 在日本網絡平台上架 預告片就出來了 跟先前講過一些日本片商 找一些女生講中文做噱頭是不同的 這個女生是真係堅啪啪 土身土長,可以用流利廣東話介紹自己 能夠證明她是香港人的身份 消息傳出之後 這個女生的真實身份 都在香港的網絡引發話題 網友人欲搜尋了她 她的原名叫做素凱琳 而潰麗來這個名字 就是不知如何改成英文名 接著又譯成康字 這樣變出來的 潰麗來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紀錄 譬如上過綜藝節目 講過她自己曾經被人出軌的經歷 亦都在YouTube Channel上載了兩段無罩散步的影片 估計當時已經是為AV出道鋪路 現在她也有開了IG 不過現在似乎為了配合片商素造的新人設 舊相已經是隱藏了 但網友已經是backup了她的舊相 很多人表示很期待 好像說她現在來的藍優對手 就會是這個青水健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AV藍優 如果有看開AV的應該就知道誰了 好老實講 這件事我感覺不大 沒有什麼很大的感覺 覺得香港人終於有自己的AV旅優了 我沒有的 不過我看到網上連登那裏 或者Facebook那裏 都很多網友、朋友 討論這件事 所以我才叫做加把口說一下 這個年代我想拍AV這件事其實沒什麼所謂 只要不是逼良為槍 只要是自願的就可以了 還有這位演員 他能夠和自己家人的關係 可以協調到更加好 因為很多時候家人都會反對 所以如果能夠協調到 整件事又不同 因為你做這一行 或者做任何事都是 其實不只是這一行 你有家人支持 和沒有家人支持 真的差很遠 不過我現在 其實已經是戒了釘 所以我都沒什麼看AV 基本上你不打飛機都不會無緣無故 開到AV來看 什麼鬼鬼 忍夠自己嗎 不忍會的 可能這一年紀一直是慢慢增長 雖然我不是很老 都未有30 但我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和小時候真的不同了 我想應該22歲打後 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是不同了 性能力的確是沒有以前這樣的 是不同了的 所以大家網友都要好好保健 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那我自己有小小的建議 我覺得其他什麼做運動 不要吃煙喝酒 不要吸毒 不要狂打飛機 不要中獄過渡 這些基本的東西 有一件事我都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網友 如果要保養自己的身體 千萬不要喝冷東西 喝冷東西是很傷身的 真是不道理不信 真是好能見效的 一喝完冷東西 人都是不精神 那這件事 說回這件事 剛剛那些拉遠了 說保健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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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們平時都是不斷吵賣相的女生 又說他媽歌詞 又電子雞 有些女生 在Patreon那裏 可能收錢 賣相 有這樣的情況 但現在那些網友很奇怪 平時她是吵賣相的妹妹 但現在這個 阿葵麗來拍AV 她們就出了局 很冷支持 我自己本身就不太理解到 後來我想想想想 其實她們會不會是覺得 人家正正經經 拍AV 路三點就路三點 拍鹹片就拍鹹片 可能她們覺得那些妹妹 賣相 打拆邊球 她們就不喜歡 會不會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我真的解釋不到 她們一方面不斷罵 那些女生 賣了這些相片 不知所謂 不斷罵不斷罵 但另一方面 我們見到這個AV出道 她們就整班說出局支持 香港土生土長 AV旅休 又說值得支持 追尋夢想 說得這麼大 所以我又不太理解到 我又免得好像訪問別人 因為這些事情是聊交喊的 我真的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些網友 都有一個類似的情況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為何會有這種感覺 為何會賣相的女生 不斷罵 但見到這個拍AV的女生 又會支持呢 會不會有些網友都是這樣 可以分享一下 今集 講到你這裡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